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星期四 郑州地铁口大学生 在拍摄他们基点场面 在地铁口不是大家弄了好多花篮吗 然后围了好多人 在那就是说算是头七 然后之前不也说 反正那是警察特别多 龙海隧道那是警察清理人民群众 跟人民群众就打起来了 昨天又差点动了手 先是他们拿黄板子 把人家花篮都给围在里边 后来有郑州市民人去了 去了之后 把板子都给拆了 拆的时候 当时据说一拆 便衣就叫了警察过来 警察过来之后 本来以为就是说会被警察带走 后来警察来了之后 说是警察在车上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就算了 就不管了 就一看当时群众围着比较多 你不想就跟龙海遭闹那样 就是说最后发生这种 警民冲突也不太好 就算了没有管 第二天就开始了 有各种祭典 祭典之后 先是昨天财新的摄影记者陈亮 去了拍一张郑州地铁站市民 献花的照片 就被郑州市的南洋路的拍摄所上带走了 就是说记者 就说不一定说了 不让记者拍 怎么还有记者来拍呢 就把他给带走了 就把财新的记者 财新 胡如丽他们那边的胆子比较大 比较敢干 但是也还是被拍摄所上给抓了 不当然我相信以胡如丽 他们后边肯定能给他放出来 但是反正就说这意思 然后还有昨天我也给大家看这个视频了 最后一届车厢的两个幸存者 就在那就说这个事 说是我妹妹 还有我们都是最后一届车厢 这可能唯一的幸存者什么的 然后他在那一说 旁边就有人围我来了 就说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这有外媒 有外国记者 有外国媒体 你们在这说这都是抹黑 抹黑中国 对不对 你们这样对吗 反正就那俩人一看就一看都没说 我俩俩就给轰走了 对不对 你说轰走一声 又吓跑了也行 反正俩小女孩一看就跑了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西安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他有无人机 来了之后 就是说因为他我昨天不也说了吗 他那花篮铺的特别长 整个这条马路都铺上了 场面特别壮观 你如果你站在这拿手 拿相机或者拿手机拍的话 你拍不出这个效果来 他拿无人机从空中脑下拍 能够俯瞰特别长 他马路都是花篮 然后西安大学的大学生拿无人机的去拍 拍了之后被边缘警察一顿暴走 真的是被揍了一顿 一点都不开玩笑 我一会把他奶打的视频链接 搁在我这视频下方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是给摁地上揍了一顿 然后把无人机也给抢走了没收了 因为无人机里有照片和视频 不让他发 然后最后彻底就不行了 就是说最后周围的群众终于爆发了 奋斗的群众就站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就围着这几个便衣 就开始就骂 说你为什么不让拍摄 为什么不能把真相 公众于众 给公众看真相 然后最后帮大学生把无人机也抢回来了 然后还有热心市民后来请大学生吃饭 说好 请你吃饭 就是说这个意思 反正我觉得郑州警察已经开始 就龙海塞道已经就是说 已经发生这种冲突了 已经动手了 后面就尽量的就不想跟市民的动手 但是便衣也在那儿 就是说要维持一个现状 但是反正也是几次 当然最后打大学生 就终于算是激起民愤了 大家最后就是说 迅速的群众一聚拢了 他们人少 最后也不行了 把无人机就给抢回来了 把那么几个便衣骂跑了 反正警察现在也有点 就是说前发狼后发虎 真的就是说要跟什么是大巴车 就是整车整车拉警察 然后就是说对打 又担心的闹得太难看 然后不管他们在这儿这么弄的也不好看 怎么前发狼后发虎 怎么都难受 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要我说警察干脆就别管了 你现在弄成这样之后更难看 干脆你就这样了 你让他拍得了 对不对 你这么弄完之后 他把无人机抢回去了 他还有照片 又有视频了 对吧 你自己然后又被人又又又又录了 现在整个媒体都有 我把视频那些发言 你们也能看到 就是看你的大学生 然后群众能过来 又又又又把你们给围在里边了 对不对 你想想这样 我觉得其实更难看 你还不是干脆就不管他 就让他拍得了 没准这样还显得还好看一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警察干脆就是说暂时 就是说先不要管 让老百姓把这情绪宣泄出来 对吧 他不宣泄出来的话 可能憋着更难受 对吧 那好吧 那这期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